嗯 这么说 你事情没办成啊 反正卡先给你了 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那你就没在立川的房间 翻一翻 寻找一下 他究竟为什么离开你啊 我哪有时间啊 你就不知道昨晚那个情况 趁现在房卡还在我们手里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再去一次 我才不要 你可没看到 今天早上立川那个表情 我跟你说 哇塞 那个阴晴 圆缺的 我才不要去 立会才刚刚开始 翻一门不用去 我们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不是说立川 开完会要去现场吗 那我们至少有一个上午啊 不要啦 我还要看到Janette呢 那不死定了 我说你做事情不靠谱 你还跟我狡辩 那门上有猫眼 你出去前不会看一看哪 哎呀 我觉得你要是被立川逮到问题不大 她是你的老情人嘛 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不过你要是被Janette逮到 那 她多半会以为你跟立川上床了 上床 完了完了完了 她可能真的这么认为了 拜托 嫉妒中的女人都会这样以为的 这是本能好不好 可是Janette对我挺好的 我不想伤害她 你要是不损害她的利益的话 她当然对你好了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就是她的眼中钉 肉中刺 你就等着她把你铲除吧 那你还给我出馊主意 还让我二进宫 那你不是要找答案吗 这就是寻找答案的最佳途径 哎呀 走 赶紧走 哎呀 我不要了 我不想去啦 哎呀 我说你怕什么呀 立川本来就欠你一个交代 他不肯给 我们就自己找答案 走 走 你这么做 哎呀 呢 vole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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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房间大很多 有咖啡机 趁他还没有回来 我们喝点咖啡怎么样 你在做什么 我上次着急 没来得及看嘛 那也得干正事吧 先干正事 是 女士 咖啡机 去吃钱 你怎么把它翻成这样了 它回来发现了怎么办 找东西嘛 不叫张照片吗 这李川可真够奇怪的 除了铅笔图之笔记本 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除了工作 就不干别的吗 你找到了吗 行李箱 那个不要找了 那个是人家隐私啊 什么私呢 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隐私 快快快 来 帮我 这个不要找了 要不咱们走吧 快点快点 来 找啊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呀 没有 找到了 这怎么都是你的照片啊 没有它吗 不是 应该有一张合影的 但是好像不在这里 看来 李川真的没有忘记你啊 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影情吧 这是他的钱包 钱包不要翻了 男人钱包不能翻的 男人最大的秘密就在钱包里 这是什么啊 翠花宾馆 这是李川去昆明找我的时候住的地方 都这么久了 他还留着 看来李川心里 真的深深地惦记着你啊 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当拍电影啊 哎 你不觉得 你的心里有一丝丝的感动吗 嗯 那 也许是他为了下次出差的时候 可以用呢 这 你们的照片 真相 真相究竟是什么 李川 如果不爱我 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张合影呢 如果还爱我 又为什么要分手 究竟有什么难言之意 我们之间 究竟是什么鸿沟难以逾越 你一定也曾经努力过 对吗 小秋 小秋 这里 好像是你给他写的借条 他真人很奇怪啊 干嘛随身带着一张欠条在身上啊 难道要随时跟你讨债啊 不会 李川也不缺钱 那我把它撕了 否则你们日后真的掰了 他会找你要的 别别别别别 那些钱我是要还他的 而且这个也是以后重要的凭据 是你傻的凭据吧 赶紧收起来 放好放好 回来了回来了 我先走了 坐摇台 你去哪儿 那边弄危险 你被打到没事 你们俩交情好 我被打到就麻烦了 快快快 小心一点啊 积文 快 走